台式新闻看世界但您关心 美国总统拜登上个月 跟前总统川普进行辩论的表现 非常糟糕 专业医师认为 拜登的思考跟反应能力明显下降 连认知功能都有明显的衰退 各界希望他能够接受认知测试 但到底什么是认知测试呢 认知测试的重要性又为何 来看我们的报道 身上一些器官出问题 自己大都能感觉得出来 但对于自己的脑子 可能一无所知 专家表示脑部病变无声无息 发现时往往为时已晚 建议年满55岁的人做认知测试 认知测试的选项很多 先从简单的口语测试 或是视觉记忆测试开始 专家表示千万不要轻忽任何可能已经出现的症状 更不要做事不管 认知测试可以检测认知功能是否下降 是否归类为失智 有时在测试时 会发现不是认知功能出问题 而是脑部有肿瘤 代谢失调或是中风的前兆 也可以对症下药 刘永为兵议 刘永为兵议